喔 小寶貝躺在媽媽懷裡 吃母奶吃得好香甜 東元醫院的職場清善補給乳室 除了員工 也開放給前來看診的民眾使用 配合中央推廣母乳政策 竹建衛生局 透過清善補給乳室競賽活動 鼓勵職場公共場所 提供清善哺乳環境 讓哺乳媽媽獲得溫馨照顧 打開補給乳室大門 貼心門簾馬上阻擋門外視線 讓媽媽在安全又安心的空間 餵養寶寶 裡頭冰箱 洗手台 換尿布的平台更是以應俱全 牆上也張貼著母乳捕育餵教知識 提供媽媽們完整母乳資訊 公共場所我可能會需要帶一個 大的那個圍巾把它蓋住 這樣子就是避免破光之類的 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也比較安靜 它吃得也會比較穩定 然後吃完就睡 對媽媽來講比較方便 過來這邊看診的媽媽們 可以有一個合適的環境 補給母乳 那也讓我的員工們 有一個合適的空間 可以來擠乳 對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要配合國家的政策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來餵母乳 新東洋公司關係服務區 體貼帶小孩出遊的家庭 而設置補給乳空間 牆上滿滿的遊客留言 都稱讚這裡實在好貼心 因為現在的社會趨勢 大概親子出遊的機會滿多的 為了我們有帶小朋友出門的 整個雙親來做這個服務 這次得獎呢也是受到 整個憲政委的肯定 那我們將來會更用心的 去做這一塊 照著指標走來到 位在健康中心的補給乳室 學校內也設有溫馨脊乳空間 讓校內教師使用 平常只要向警衛室提出需求 也開放給出遊乳過的民眾 貼心的空間設置 營造安心哺乳環境 為了滿足哺乳媽媽和寶寶 哺乳以及更換尿布的需求 衛生局網頁還提供新乳縣 哺乳市名單 及母乳相關資源供民眾查詢 民眾即可前往利用